沙特大满贯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林诗栋对战韩国名将赵大成 由于国平六人出战男单已有四人出局 下半局失手 因此对于林诗栋来说 不仅没有压力 更是动力 作为队内小将 他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外战能力 此番林诗栋打得果然凶猛 首局11比7拿下 第二局赵大成11比5追平比分 而这彻底激发了林诗栋的斗志 之后的比赛 林诗栋再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打出了碾压局 随即11比4 11比5 11比5连胜三局 大比分4比1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在林高远 梁静坤都外战不稳 而且已不年轻的情况下 林诗栋是很有机会 拿到一张巴黎奥运皮卡位置的 目前名单还没有公布 或许最终大名单会给他一个惊喜 2比5 3比4 1比5 4比1 4比5 3比6 1比5